好优势警力最后驱离了民众 那么警方是以三到四个为一个小组 帮这个群众的一一的抬出门前 同时女性的抗议群众则派出女警来抬 其中包括了这位有警戒林志玲之称的漂亮女警 她也加入了这次行动 那么她已经七天这个没有休假也几乎没有休息 这次她执行的公权力有相当的危险性 她说她自己不担心但是家人很紧张 行政院被攻陷警方强力动员团团围住抗议民众 抗议群众手勾手拒绝被驱离 警察两人一组徒手一一拉走 遇上女性群众赶紧出动女警抬人 女警虽然瘦弱也挽起袖子加入驱离行列 凌晨还坚守在行政院 只休息几个小时下午再度回到工作岗位 南港分局警员张玉佳 七十年次长相相当清秀 有着甜甜的笑容 原本在私人公司上班为求工作稳定 99年才转站警察公职 这次支援行政院是他第一次遭遇震报警察驱离行动 家人担心安危但还是必须执行公务 同样在抗议现场也出现有警戒林志玲称号的保四总队女警罗慧君 跟男警员一样背着大背包前往执行地点 罗慧君172公分的高挑身材 标志脸蛋 貌似艺人林志玲 所到之处都吸引不少民众目光 被问多久没回家 罗慧君笑而不答 这波学运抗议进入第七天 警方继续在现场待命 未来会持续多久恐怕暂时没有解答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